解经原理里面讲的文化 地理语言的鸿沟 是不是应该包括盟约的鸿沟 挺有意思 前面已经解释了 就是我们尽可能地去接近经文本身 了解它的背景 它的地理 它的时代 它的政治经济语言等等 照着它的那个语言环境 所去尽可能地去亲近经文理解它 这是我们向经文跨出这种 跨越鸿沟的一种努力 那这里面你说盟约的鸿沟 其实就包括在文化的这个里面 包括古代近东 我们今天新约的盟约 是基于旧约 那旧约里面盟约的概念 我是耶和华 将你从埃及为奴之家 领出来的耶和华上帝 所以你除了我以外 你不可有别的神 这种约的模式 虽然跟古代近东的不是完全一样 但是模式很相似 上帝对摩西讲话 颁布律法的时候 也是用了他们比较熟悉的 这种立约的模式 这叫做历史性的叙事 先讲到我和立约的主体 甲方是谁 我是耶和华 乙方是谁 你 那关系什么 我是把你从埃及领出来的 那我们之间 以这样的基础来立约 因此你有这样的义务 除了我以外 不可有别的神 然后什么 当手安息日未圣日 不可不可不可 然后后面就跟随着28章29章 祝福与咒诅 这是约的条款 前面条款 后面是应许或者是警戒 28章是应许 顺从的蒙福 29章是警戒 28章是应许 29章是警戒 不遵守的话 就咒诅 然后后面就开始献祭 这就仪式 立约的仪式 类似的情况 我们看到在创世纪里面 上帝与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 也一样 把动物裂开 然后从祭物中间经过 亚伯拉罕也从这个列物中经过 这是古代经中 一种仪式的方式 用他所熟悉的这种符号 这种仪式 向他告诉你我立约 上帝一种扶救的方法 有一方 这个是生命的约 有一方不遵守这个约的话 就像这个动物遭受咒诅一样 要被撕裂 是吧 所以你以约的这个概念 去理解的话 你就理解了以色列历史 为什么那么惨 上帝那么严严地去熟视他们 因为他们常常被约 上帝是信实的 持守他的约 亚伯拉罕之约 所以没有灭绝他们 但是以色列常常被约 不尽心 不尽心尽意地去爱耶和华 他的神 所以他们遭受审判 被掳掠 被其他的民族攻击也好 七亚也好 世事记里面也好 等等 贝鲁巴比伦也好 等等 然后到新约一样 这个旧约的背景下 才有新约嘛 实际上新约 就是成就了这个 西乃之约 真正实现的是新约 它不是互相代替 甚至是一种发展 或者是成就 新约不是突然跳出来的 是基于旧约 把旧约里面隐藏的新约 那个实质 虽然在先知书里面 已经预言到了 那个新约的精神 但是到新约来的时候 讲 所以文化地理语言 不管是这个圣经地理 当时的语言 文化背景的问题 包括约的概念 其实也是跟当时的文化 有关系 让我们更好理解 约的概念等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